你吃过席吗?你在农村吃过席吗? 农村饭就席,卫生条件差 吃席的人为何很少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反观酒店,卫生条件好,大厨水平也高 可有人吃完就是会拉肚子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里是脑洞研究社,我是社长 新来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农村酒席大多是流水席 如果地方不够的话,客人会在露天的地方围桌而坐 大厨也是在屋外烹制佳肴 露天的大铁锅盆子里放着食材 伙计们来来往往把汤汁和水洒得到处都是 到了吃席的时候,七八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上 随着主厨一声,上菜了 所有的菜会被依次端上桌子 吃完一道,下一道接着来 每个人都能吃个痛快 也不会因为某道菜没吃过而感到拘束 在农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席了 因为有些家里贫穷的人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肉 如果这时候村里有红白事就能够饱餐一顿 而且还可以大包 农村酒席的菜量大还好吃 若是遇到小孩老人多的那一桌 碗里的菜剩的会比较多 丢掉太可惜 因此大家在吃席的时候会自带塑料袋 后来演变成了主人家发放塑料袋装菜 新鲜的可以留着自己吃 晚上再热一热 不新鲜的还能拿来喂狗 社长在村里吃了十几年的酒席 从来没有过闹肚子的情况 不得不说,这真的很神奇 因为有些厨师身上的围裙都爆僵了 各种食材随意摆放 餐具也没那么讲究 有些盛在盆里就直接放在桌面上 桌前人们来来往往,特别是夏天 厨师并不会把菜肴遮盖起来 导致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可即便是这样 在吃完其后 很少有人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农村半酒席 环境露天为何吃了也不会拉肚子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农村酒席食材新鲜 农民多多少少会自己种植蔬菜 绿色无添加 有些菜可以就地取材 除了种地,农民还会养鸡养鸭 逢年过节就杀一只来吃 要是遇到红白事 那些鸡鸭鱼肉都是现宰的 要是不够也是去菜市场现买现杀 所谓的农村酒席卫生条件差 也只是表面上显得有些杂乱 实际上却是良心饭菜 其次,食材清洗干净 农村吃洗 请的都是亲戚和同村的人 谁家要是有个红白事 帮忙最多的就是村里人 还是那些有做饭经验的人 他们在家也会洗菜洗碗 更何况自己吃的 所以洗碗洗菜时比较认真 如果是外人洗 可能随随便便洗洗就行了 食材新鲜 餐具干净基本不会拉肚子 再者,农村酒席的所有过程 都是公开透明的 不用地勾油 不用过期的调料 也不会有剩饭剩菜 这一点主人和厨师都会严格把关 热情的客人还会帮着洗碗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餐具的问题 最后就是厨师的名声 农村中有专门做酒席的厨师 如果你名声好 那是也是遍地开花 十里八乡的人办酒席 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你 经过人们的口口相传 届时都不用愁生意 相反如果某个厨师做的饭 让某厂参加酒席的很多人都吃坏了肚子 那基本上可以告别这个行业了 也要知道 村里的大妈可以说是最强情报组织 前脚刚有人吃坏肚子 后脚这件事就人尽皆知 这样一来 谁还敢找这样的厨师做饭 所以做农村酒席的人都比较谨慎 容不得马虎 农村酒席只是看着卫生条件差 实则吊打酒店半条街 酒店卫生干净 厨师还会戴手套 为何吃了酒店的饭会拉肚子 5月23号下午 连云港的张女士结婚 在当地酒店举办婚宴 一共预定了28桌 每桌12到15人左右 本来是倍儿有面的一件事 但隔天上午 所有参加婚宴的亲属 都出现了呕吐腹泻的情况 当将情况反映给酒店的时候 酒店却说 酒店开了近4年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况且酒店的所有菜都是现买现用的 然而店长很快就被打脸了 因为同天举办婚宴呢 还有姚先生一家 他们的亲属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有些饭店为了节省开支 大部分食材都是冷冻的 酒店一般有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为了控制成本 有些酒店可能会选择冷冻肉类 或者是一些不新鲜的蔬菜 然后厨师在做菜时 多添加一些调味品 让客人尝不出味道 这种情况是最让人担心的 还有做饭场地 农村大厨炒菜都是在明面上 用的什么油 加的什么调料 来来往往的人 看的都一清二楚 一般在厨房里 不允许任何人进入 这也就意味着 有一些黑心的商家 会出现用地沟油的情况 听说很多餐厅的厨房不卫生 蟑螂老鼠到处爬 社长之前就在饭店里兼职过 就算打扫了卫生 后厨还是蟑螂老鼠不断 最后干活的人也是关键 饭店的服务员都是拿钱干活 洗菜刷碗随便搞搞 谁知道那碗干不干净 这种情况当然比不上 农村的亲力亲为 社长还听说 有个别饭店的厨师 去了厕所之后不洗手 反正自己也不吃 管它干不干净 这些buff叠加在一起 吃齐的人不拉肚子才怪呢 但这只是个别酒店 并不能一天盖旋 希望屏幕前的你们 能够擦亮眼睛 选择干净的酒店 农村随伍摆 连吃奶奶 酒店5000吃碗上吐下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